就是稍微有比較淺澀一點 比較淺澀 這邊就是overlaping 這是人為造成的錯誤 好 翻到這邊來一下 也是一樣 這邊這個比較淡然 這邊就是所謂的 透明層 透明層 然後這是 腳趾層 透明層 顆粒層 脊狀層 脊底層 這個是 我們再反過來看一下 Helpholico 它是表皮的衍生物 所以 共造有點像表皮 這個要反過來 這個是算重切啦 重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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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根部喔 最根部可以看到這個叫我們稱為Helpholico 就是毛球 毛球 那在這邊就是比較有 原始的 這個細胞在這個區域 好那中間這個也是dermopatilla 那是因為切面關係把它好像圍繞在一塊 其實它是一個 帽子型的構造 好這邊都沒有切到那個構造 好有一點 這個是 好這邊就是dermopatilla 它會在這個地方凸起來 好那在 這個區域 Helpholico 那中間這邊就是 Helpholico 然後要產生 產生這個 Helpholico 好那在這邊我們就來分辨一下 它的那幾層構造 Helpholico的那幾層構造 好這邊最外面 就是 或者叫dermopatilla 那這邊是dermopatilla 然後再來 在這個 很厚的 這個就是 classic membrane 好那到了 肌部這個地方 這個毛球的地方 它的外根橋就越來越少 只是那一層 有的甚至 就 比較看不到了 所以外根橋在這邊 那內根橋從這邊 大概到 這個地方 那這邊就是算 算是Hel的 區域 Hel的區域 好我們大概來分辨一下 這幾層 那可以看到這邊很多 褐色的顆粒 表示這邊有很多的什麼 美納磯 分泌出來的 美納磷 然後被這些 Coretinocyte 把它吃進去 OK 好所以像這邊 核 核很清楚 可是細胞是很淡 那這些就是 美納磯 美納磯 那其它是 是一些 這個 Coretinocyte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所謂的內根橋 這是 有三層的構造 好 再放高背看一下 哪邊比較好分辨 好 這三層 好從這邊一直到這個地方 最外面這層是Hel的 它的細胞 自然的會比較紅 再來就是這一層 核上也比較大一點 這個 大概有一層到三層左右的 那這個是 好四層 Huxley Slayer 那這一層 因為千類關係 把千層 很斷滅 看起來就是 細胞核很小的樣子 那這一排 這一排我們稱為 Cutical of Inurusius 所以 Inurusius 從這個地方到這邊 Helisley Huxley Huxley Cutical of Inurusius 好再進來這個 它細胞核比較偏 比較會在肌部 有點是注重的感覺 好所以 所以核比較像 像內側 那這一層就是 Cutical of Hell Cutical of Hell 那再進來就是什麼 Cotex Hel of Cotex Hel of Medalla OK 好那相對 這邊來看的話 Glassic Sinkishis Glassic Mainbrake Hel of Medalla